如果初宝你是一个盆景的初学爱好者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也是我们青州特产吧 它叫迎春花 这个东西呢 你看 跟盘呢 这个叫虎爪 我们起的名字比较好听 这上面满满都是花苞 而且迎春呢 全国各地都可以实现地灾 除了极寒地区 你像哈尔滨那边 可能稍微够呛一点 基本上在东北地区都没什么大问题 耐得住严寒 在早春的时候都能早早的开花 像这种呢 已经完全经过低温春花好了 全部是花苞 你现在买回去 有上半把来个月 只要温度合适 半把来个月 都陆续给你打开那种金黄色的花 特别的生机盎然 有黄金望脸的意义 而且又淡淡的清香 关键点在于它好养皮屎 而且价格呢 由于我们这边属于特产了嘛 就是产量非常的大 就是很便宜 不到20块钱 就可以整到这么一个了 又耐冷又耐热 对吧 又可以地摘 又可以当盆景去玩 就是给人的体验感会比较好的 对于初学者是比较友好的一种 叫迎春花 而且呢 它也是花中里面的 叫什么来着 盆景巴拉加之一啊 所以说花苞可以盖它一下 这话说怎么养 就是光照 它耐旱啊 首先说是它是耐旱的 你基本上很难把它给旱死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很难把它给冻死 但是呢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就怕那种潮湿闷热 连续的阴雨天 给它闷坏了 其他的都不怕 两管地居厨房 你想要地灾的话呢 种到地市稍微高的地方 不要存在积水的地窝 就完全OK了 盈春 睡点还会远吗 长一个 我是老花一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永热养花知识 记得点关注 白了抽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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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